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演技 有默契 此次再搭 网友很是激动 另外还有王千远的加入 让整部剧有层次 也有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将会以新的视角打开武侠剧 它在场景制作也是让观众眼前一亮 每一处场景制感都特别好 还极具美感 目前 英雄之有望在暑假当上线 诚意也正朝朱内与武侠第一人迈进 而英雄之无疑是他紧接的重要之路 说到这里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期待诚意英雄之里的卢云 更令人兴奋的是 英雄之的制作团队 在保持传统武侠剧风格的同时 也加入了现代元素 使得剧情更加紧凑和吸引人 尤其是诚意饰演的卢云 他的形象和演技都让人期待不已 他不仅是一位英勇的江湖侠客 更是一位深谋远劣的政治家 让观众对他的角色充满了好奇 而李一同和王千元等演员的加盟 也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这一切都预示住英雄之将成为一部不容错过的武侠剧制 相信诚意在剧中的表现 将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武侠剧的天花板之作 然而 英雄之的拍摄历程并不平坦 面临了众多挑战 从选角到剧本 再到拍摄过程 每个环节都需要精益求精 诚意 李一同等演员为了塑造角色的真实感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训练和准备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 无疑为这部剧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 英雄之的制作团队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们对场景 服装 道具等细节都进行了精心打磨 力求呈现出最真实 最震撼的武侠世界 我们期待着英雄之的正式播出 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该剧的制作团队如此用心 无疑是对武侠剧的一种新的尝试和突破 他们将武侠精神与现代元素巧妙结合 使得剧情更加丰富多元 满足了观众对武侠剧的不同需求 同时 诚意 李一同等演员的出色表演 也将为该剧增添更多的看点 相信英雄制的播出 力将在武侠剧领域掀起一股新的热潮 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剧制 让我们共同期待英雄制的精彩呈现 感受武侠世界的魅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